6月10日 连接中国和俄罗斯两国边境的黑龙江大桥正式通车 与此同时 黑河公路口岸举行了开通仪式 黑龙江大桥的正式通车 以及黑河公路口岸的启用 将使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之间 开辟出一条新的国际运输通道 根据了解 黑龙江大桥项目从2019年年底开工建设 2019年5月31日正式合龙 桥长1284米 黑河口岸是中国与俄罗斯边境水陆口岸中运输距离最短 通过能力最强的口岸 但是受天气影响 黑河口岸的运输方式 一直需要随季节变化而不断做出调整 全年有效运行仅有240天左右 公路口岸正式通行之后 黑河口岸将实现真正的一年365天四季通关 黑河口岸是中国重要的对俄边茂口岸 根据统计 近10年来 黑河口岸贸易呈现快速增长 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口岸货运量1912万吨 进出境人员达588万人次 根据介绍 黑龙江大桥建成通车之后 将形成一条新的国际公路大通道 实现中俄地方城市间互联互通 中俄双方将建立桥头跨境经济合作区 加快形成中俄合作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满足双方日益增长的经贸需求 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持续向前发展